念力 现在科学很重视 外国科学家写了本书 念力的秘密 里面告诉我们 念力的能量不可思议 这一桩思绪 佛在大小陈经里面都说过 佛说的话很简单 智行一处 无死不败 那智行一处就是念力 这个地方讲的心就是念头 我们一般凡夫 念力分散掉了 好像光 灯光 这个光分散掉了 四面八方通照到 各一张纸 就产生障碍 如果把这个光 集中在一点 它连钢板都能穿透 有这么大的力量 那叫极光 那个界的面积越小 力量就越大 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能把念头集中在一点 试出时间是全能办 对自己 身心健康 科学家发现了 人身体有病痛 甚至于得到很严重的 像癌症 不需要治疗 自己会好 那怎么好的呢 念力 中国有 外国也有 而是这些人 他有很善的念头 他把他自己那个病的念头 都忘掉了 从来不想自己有什么病 所以 带着那些病的细胞 自然恢复正常 念力 这些年来 夏威夷突出 有一个治病的方法 非常有效果 听说他治好了好几千人 他跟病人不要接约 只要你把病例拿给他干 告诉他病人在什么地方 不需要接约 纵然各几千里都没关系 他这个意念 他能把他病治好 怎么治呢 他想着 这个跟佛话讲到的 完全相同 想着什么 治他是一体 他跟我一体 现在我身上 哪个无畏生病了 我端正心念 把我自己治好 对方就好了 不需要用医药 什么都不需要 他自己就好了 他治好了 有几千个病例 我听说这几年 日本跟美国 很多人在学习 这方法高明啊 那么今天的 整个世界的社会 会变成这个样子 也就是我们 最近这个三四百年来 全心全力 都注意在哭声上 把传统祖宗宗教教的一些老方法丢掉了 所以产生这么多问题 现在量子力学家来救世了 把我们现在这种动乱 再变真因说出来了 是我们自己不善的心形所感到的 确确实实是静随心转 身体是我们的最近的一个境界 我们居住的山河拉地 内而至于 太空当中的星象 都是我们生活环境 念意真正集中到一处 像萤活里面发生的问题都能解决 都能叫它恢复正常 叫它不越轨 念力确实是无限的 作词 绿海 赛 绿海